国劳灯架楼唐人街发生严重火灾 十多所玷污复之一具 为何起火当局的调查有了美目 那灯架楼小整局证实这一起火灾不包含形式因素 不排除是老旧电信系统所酿火的 而随着近百年建筑化为灰烬 灯州政府也承诺会协助重建唐人街 并保留其古迹特色 夜里的异常大火 两句钟就把超过半个世纪的老电话为灰烬 火势之猛起火缘金到底是什么 当周小整局主任西尔曼今早巡视灾区时向媒体透露 由于有关建筑也有将近百年历史 因此不排除老旧电信系统是火灾起因 所以肩胞没有能够有其他人的灾害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人的灾害 我们要与其他人的灾害 我们要与其他人的灾害 所以我们要与其他人的灾害 我们要与其他人的灾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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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现在我们要与其他人的灾害 灾害灾害 这一期大火烧毁十二所惊吐 灾民损失惨重 遇库无力 当周大臣安华三苏里承诺会协助重建唐人街 并保留其古迹特色 以便成为旅游圣地 阿莫三苏里表示 当有关调查报告出路后 当局将会针对此事协生 阿莫三苏里也提供2000令吉元素金 给美物受影响的污主 同时指出 校整局等单位将会和居民展开对话 以为居民提供有关安全方面的信息 而类似活动也会扩展到 其他人口同样密集的地区 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